台湾最新会期的立法院开议日期 蓝绿阵营迟迟迟无法达成共事 今天再度展开朝野协商 但仍旧宣告破局 最终只能在17号召开谈话会 以表决的方式决定开议日 上午10点钟 立法院蓝绿各党团干部 一一步入会议室展开朝野协商 讨论立法院的开议日期 最终历经一小时的协商 再度宣告破局 因为台联党坚持要求国民党承诺 未来在程序委员会 不能以人数优势 搁置在野党的提案 但被国民党拒绝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很坚持 但是我们认为 开议的日期 不能有任何附带的条件 开议就是开议 明文规定 二月底以前一定要开议 既然国民党只要阻挡这个法案 滥用这个程序 那么本党决定 在很痛心之下 不愿意给国民党党团协商 以决定开议日的方便便宜程序 支持开议 那谈话会我们不会动员 那我们希望照程序这样走 那未来也希望说国民党 能够拥荣大度 身为执政党 也是立法院多数党 能够兼顾到小党的声音 蓝绿经过多次协商 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因此将在17号召开谈话会 以表决的方式决定开议日期 预估最快2月24号立法院就会正式开议 邀请行政院长陈冲进行施政报告 并接受立委咨询 澳雅卫视网站姜德成台北报道 请按赞 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